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免費訂閱 給like、share、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為我們的會員 很多朋友叫我經常說VJDB 說舊款 什麼時候說一些新款式 其實我當然想說 但是我經常都說 我說的標是99.99999 都是我自己買了的標 因為第一 我不想說一些我自己不喜歡的標 如果不喜歡我選擇 我也是那句 多說不會給小人不想出賣自己 叫我買廣告 不是不想 很多時候我就想買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標 介紹給大家 告訴大家這個標值得玩 這個標好玩 有些標我也會轉讓 有些標就不轉讓 但是起碼可以說到一些我真心想說的 就不是我有什麼課就說什麼 因為有什麼課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覺得漂亮才買回來 就不是我現在做代理 又或者有些骨頭我要說 我只是想說我自己想說的 因此很多時候 關於VJDB的比較新的星橋 我就不是經常說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很欣賞 各方面都很unique 一會兒會說為什麼 但是它的價錢真的比較貴一些 最大是它不是憑空出世的牌子 現在很多朋友 都要玩一些所謂individual independent 憑空出世的牌子 又或者它不是憑空出世的 有一個watchmaker在某間大廠做過 現在出來做等等 都有的 但是它的牌子的價錢是憑空出世的 他說賣多少錢就多少錢 譬如一隻handmade的三針錶也好 也好 他說他很多時間去做 很漂亮的 有些賣點當然一定會 幾十 一百 很多人都有賣點 因為他憑空出世 但是VJDB最嚴重的是 以前我們見過他的牌子 不是便宜的 從來都 豪雀年代 現在喜歡叫羅傑道比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傻 豪雀好聽很多 十多萬 二十多萬 有一個不錯的牌子 當然他也有些貴的 但是 陀菲倫那些也有 當年還沒改成這樣的時候 但是 一般來說 定價二十萬一隻金錶 不是很過份 但是今時今日不同 現在的羅傑道比 最便宜的那隻鋼錶 藍莊的 正正上上 五六十萬 這隻錶 因為停了產 又有不同的資訊 有些說六十多七十萬 有些計算出來 可能因為匯率不同 有些地方當年的匯率 現在跌了 升了八十多萬 你一般當七十萬左右 一隻羅傑道比的金錶 是威高的 升橋 七十多萬 定價七十多萬 即是冰藍 更貴 入手價當然不用這麼貴 但是 你不要以為入手價不用這麼貴 因為有些是POTEET 也有很多在POTEET 才可以賣 如果你真的進去POTEET買 我看過有人買 在POTEET裡面 因為我試過整錶 看過有人科水給錢買 真的沒什麼折 送兩條錶 帶給你 甚至 只能夠這樣 一隻這麼特別的錶 今天要講一下 就是RD DBEX 0507 ESCALABAR的42mm的星橋 為何在這個時刻說 因為我都預算了 差不多時間可以入手 和說 因為 不如說這個錶 因為廢話太多 等我講完這個錶的基本 spec 我再講一下 為何我會 之前扣入了 現在應該值得扣入 的原因 42mm的大小 30mm的防水 可有可無 可以洗手 可以摔一下雨 千萬不要去沖水 或者去游泳 但一般日常使用 當然沒問題 RD820Q的頂級機芯 不用說話 這個機芯 你看過外形 你已經覺得很棒 我很喜歡 我覺得是補 Skeleton加Open 是這件事 Open的意思是 把錶面打開給你看 沒有Dial叫Open Open的錶不一定是Skeleton 很多便宜的機械錶 幾百元一隻的機械錶 都可以做到Open 不過裡面的板套 一塊塊 很齊整的 那些叫Open 不是Skeleton Skeleton 是要把部件中間 雕空流空 有這麼透 就稱為Skeleton Skeleton的錶 基本上是Open 因為你不Open 又怎能看到裡面的Skeleton 但Open的錶 不一定是Skeleton 因為Skeleton 浪費了錢和時間去做 Open 就不整個錶面 就可以了 因此很多便宜的機械錶 就為了讓你突出 覺得這錶好像很珍貴 很漂亮 很機械 就Open 而不Skeleton 先搞清楚 很多朋友未必很了解 覺得這錶好像幾百元也有 先看清楚 這兩件事 印記的RD820Q機心 整天有風雲派 一會我會說一下 很通透 很英俊 而且我多喜歡一件事 他不是說太過通透 我是很害怕那些 好像早期昆仑的金橋 那些 戴上手 中間有一條橋 旁邊有一些手毛 那些鬼佬 或者我們也不算小毛 整個花槽 很醜 這次我覺得你做Skeleton 最重要是底部有些東西 夠複雜 遮一遮會好些 我不會看到 我的手毛好像海膽 或者花槽 那樣向四周綻放 有些會很醜 但這隻就沒有這回事 或者他全部都沒有這回事 因為他 那個人弄了這錶子 有帶過 早期昆仑的Gordon Beach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帶過 但現在後期 昆仑改了 因為太陽很醜 這件事很重要 很漂亮的Michael Walter 在旁邊發發 星橋 很基本 一看這錶幾十萬 就不會有人認錯 很iconic 不會像任何另外的錶 不會說這錶 是什麽 例如這樣帶著 來遠看 是AP還是PP 不會有人說這些 一定是What are to be 只要稍為你對錶有少許認知 你便知道 而 Water to be 已經在Richmond 成為最貴的 入門的錶 最難入門的錶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研究 Water to be 有什麽旗下 有什麽牌子 江斯丹頓 頂級 朗格頂級 甚至 白鴿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牌子 但這些完全不夠 Water to be 因為我剛才提到的牌子 廿皮是買到錶 但再說一次 Roger to be 今時今日入門 藍莊錶是要50萬的 一隻降錶 這些錶是70幾百萬的 金橋定價 不是金橋 是星橋 中間 其實它的價錢 已經不知不覺 成為世界上最貴的 入門的頂級錶 因為要50萬才入門 APP 朗格 VCD 已經被它側在後面 已經去到瘋的級數 是瘋中之瘋 因此它和林普堅尼合作 也是很合理 因為已經去到 不是最頂級 頂級就頂級 有些超級車 有普加迪的車 或者什麼 有些怪車 有幽靈之智 但是林普 入門來說是貴的 賣一隻小鈕也要幾塊 就不同 波子一口水 收拾齊 不是很齊 隨便買一部 麥康也叫做波子 它沒得這樣 所以 波子到B就是這樣 你沒得20萬 隨便找一隻隨便的 沒有 要五六十萬才能入門 因此這牌子已經去到很癡 這牌子已經去到很癡 這牌子給人感覺不錯 我認為 因為 不認識的便不認識 或者你已經覺得 這牌子不認識 都知道應該很貴 認識的朋友會覺得 這個人不等錢花 因為 你買這個牌子很難不等錢花 你帶一隻冰藍 你可能是沒有錢的 或者帶一隻黃金六滴 你可能是沒有錢的 因為 你只是把錢帶在手上 那是貨幣 你隨時可以去唱 做某個 比例的錢 你不會說有人帶一隻 綁出街 然後唱 港幣 沒事的 是不是 那些標 保值 我不是說這個想法是對的 我是說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就是 你帶一隻這麼保值的標 你沒有錢的表現 你用不了錢 帶一隻窩仔道標 很多朋友會覺得 這個人很癡 甚至帶一隻Richard Mule 你純粹是升值 或者沒有什麼特別 帶一隻這些 帶一隻白鳥滿天星 那些奇奇怪的 其實定價很貴又很漂亮 真的很懂得欣賞的人 而他不介意跌一堆 其實被人感覺很有錢 那 我自己會這樣看 那些蕭暴滿天星 那些 都挺喜歡 我都挺多 因為定價可能五六十六七十七八十 但其實十多萬就買到 很開心之餘 就是 有人這樣想 覺得那些人很有錢 因為不介意虧錢 你帶著黑十 你不會有錢 因為你隨時換回來 有些人這樣想 我舉例 再說回這個現象 我自己當然 因為我玩錶 玩了那麼久 或者我認識一些錶 大概二手教學到哪裡 我就未必一定這樣想 但是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 可以給予人 很好的印象 不會很銅臭 帶出來 好像 懂得欣賞一些東西 而他的版路 他的橋 你看到他的各方面 打磨 不用說話 因為這樣的錶 做到日落人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要兼顧的東西很多 靠各方面 都是stand up 柯仔道B 帶很貴 隨時 五六千元條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利用 不是隨時 根本要五六千元條 朗格買了皮帶也是三千 因此 同一個集團 你知道他在集團裡的定位 柯仔道B絕對高檔過朗格 大家要接受 我很喜歡朗格 反轉大很厲害 我自己也很喜歡朗格 但是 他價錢的定位 別人在同一個群組裡面 你說不同的群組 都說有不同的看法 在同一個群組裡面 他入手定價 用五六十才能入到 朗格十來二十萬 二十萬 買得到 加上他配件的價錢 你也知道 波子 同一個群組裡面 是低級過Benley 你不能夠說 我因為太喜歡波子 我認為他會高級過Benley 這個比較癡 Anyway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波子 Anyway 這個標 我想說一些 不關這個標事的事情 講這個款 或者是RodgettoB 在做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 我之前看見這標 我很想買 但是我買不下手 因為他的定價 第一很黏 第二 我看通他遲些二手價 會很便宜 為甚麼 成也封雲敗也封雲 那個群是否漂亮 很漂亮 RD820Q 他有類似的群 是否漂亮 真的漂亮 再說一次是否漂亮 是很漂亮 但是你這麼漂亮的代價是甚麼 當然你的R&D會很貴 你製作成本會很高 當你的R&D很貴 製作成本很高的時間 你能夠怎樣做 當然要回本 做生意當然要賺錢 你要賺錢 你這個牌子是大中還是小中 是小中 幾十萬買的標準 當然是敬人才能買得到 你的產量又有多少 你這麼難做這麼漂亮 又要賣到這麼小中 即是你產量很少 你不預賣很多 你不預賣很多 很多情況下 你又要回本 即是你會賣很久 大家不知是否我的邏輯 現在跟到賣很久 因為我時隱時說到 我自己也有點頭暈 製作成本高 研發成本高 又少中 因此要賣到很貴 而且賣很久 因為要很大批貨才能回本 情況下 越賣就越多類似的東西 Richmond這個群組 經常有這尾 出的限量版 自己也害怕 自己也不記得有什麼限量版 Panel Y就是這樣玩到難而死 IWC就是這樣難而死 這兩個品牌很難而死 小王子 聖修 真的收到自己也收了 Panel Y也是限量版 你連大時代買股票的人都不夠 Panel Y的數目 我一出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這樣玩 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這個款 一年多多 兩年多多 三年多多 四年多多 五 六年 六年 七年 都是這樣的 你問我他之後的樣子會不會是這樣的 繼續是這樣的 還未回本 還未賺到錢 他的營運成本又高 不要說是研發成本 以及他的製作成本 他的營運成本很高 開在哪裏 開在PEP 開在海港城 開在最漂亮的地方 你不是這樣也賣不到這個價錢 請的售貨員 又要懂英文 基本 還要懂幾種原天 你懂得標 一定是貴的 你不是隨便在一間店裡 那個人 隨便說很便宜 或者你買就買 不買就走 他不是這樣 這些蒲鐵 那個人 英文又要脫脫聲 又要有空招呼你喝杯酒 又要認識港酒 香檳 請你來吃個塔 或怎樣的會 做朱古力 很多 其他活動 情況下 成本太高 他一定要狂出 而他 你今天做了這個星橋 他不是製作成本很低 或者研發成本很低 他又要拿 Geneva 你不能夠今天星橋 扯好死 我玩20年都會玩 玩這些形狀 我玩三年星橋 玩三年三角形橋 玩四年平衡四邊形 玩五年梯形 這條橋 玩六年八角形 七角形 十二角形 五十角形 玩了一百年 每樣玩十年 這是一隻錶 不是一幅畫畫就算 這隻錶要合理 要走到那些橋的擺位 要想 最重要的是 要給專利 很難搞 每次搞的機身也很貴 因此他不能這樣 因此他那麼貴 又那麼難搞 令到他唯有狂出這些款 說不久 就是想說什麼 一早猜到他會越賣越便宜 不是說定價 而是二手 因為他搞不定的時候 他會怎樣賭貨 你會發現 其實不是說這些二手 他新標很多 在那些AD 或者水貨流出來 都在扔貨 定價80 可能新標 全新 有些地方 60 50多 40 好像半價也沒那麼低 六折 因為他給貨出去 可能是半價 六折 因此有些人撿5% 10% 那些店舖就離開了 因為你馬夠大 七八十萬 那些標 5%夠大 那些人就照做 那你二手 又會被一手拖累 令到這些標 我早就猜到 但要猜到那一刻 和實際能入手 那一刻 有個黃金交叉 我才能買得到 因此金標 現在這些 幸運的十多萬 買得到 七八十萬 金標 日內瓦印的 十多萬 買得到 OK 我不相信這些標 我打死也不相信這些標 會跌 現在十幾萬 是不是 跌低於十萬 我真的不相信 在 金標 橋的標 跌低於十萬 未來三四年 四五年 你說永遠 我不敢說 例如他明天無端端說 出一千隻 很便宜 我不敢說 我又不是神仙 但是 十多萬是差不多的價錢 我不會期待跌到幾萬 例如你在 這邊我見過他二手賣 四十幾萬的時候 不買 三十幾萬 二十幾萬的時候 不買 十幾萬的時候 都不買 但是沒有理由幾萬 因此差不多 一隻很有趣的標 也是 我反而覺得 他如果這樣 這二手價跌到 現在十幾萬 這些標 當然他不會再跌 怎麼跌 但是我認為他現在去到這個價 就搞到他一手 就比較少人會買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像Panel Y當年的死局 因為 買這個標 當然的原因是什麼 很奇怪 因為貴所以買 好像 謝霆鋒因為愛所以愛 他因為貴所以愛 很多人是不懂得 很多人是有錢 但他不懂 又或者 他不想想太多 他的世界太多其他事情做 標指是其中一個玩樂的一件事 他不像我們 錢有限 只可以玩幾樣東西 玩一下車 玩一下酒 玩阿彪 大概是這樣 很多人他有錢的地步 第一要看著生意 即使是二世組也好 也要其他事情做 飯局也要無限過 又要去這裏玩 那裏玩 興趣一百幾十種 騎馬也有幾十隻馬 要養幾百隻 在中東養的那些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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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有錢 突然有錢 他買標 在大陸很流行 定價七八十才能買到 那就買吧 你去吧 我在大陸做這麼多年生意 都是 最貴的東西最多人買 便宜的東西也很多人買 中間的東西最少人買 但是 市場是這樣的 或者在那些社會的市場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因此 如果他再這樣倒下去 那些二手價 在大陸 我現在認識的朋友 都少了人買 我也有訪問過 那些朋友有買的 記得我在半年前 去上海 搞show的時候 有個老友也有 對了 我最近和朋友吃飯 他帶一隻寶柏 不如剪輪到這段影片 訪問他 不斷說幾句也好 問問大陸人 為何要買一隻標 稍後剪輪到這段影片 很複雜 好像大集會一樣 這段影片 你就 會有人買 否則太便宜 或者便宜了 那些人不買 很差 這件事要了解 接下來這些標 十多萬 會慢慢見得到 雖然不容易見到 因為很多人等了很久 想買他 如果價錢夠便宜 很快就被遮掩 但是慢慢 過幾年 如果繼續這樣出下去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可以給很多朋友 玩標之樂 終於找到一個時機 玩到一樣 本身 未必 不要負擔得起 還是負擔不起 未必想用錢去負擔 但慢慢在市場上 已經可以接受到 其實這標 和新標 其實沒有分別 要伸正的程度 但是 就是可以玩得到 那就頗開心 很多人說 我無限金錢 我不搞這些 什麼玩標 什麼適當時機 我出那隻辛苦 進去普天 一口價都不說 就去扔下80萬 買一隻標 也可 但是 你也不需要看我的頻道 因為我們是教玩標 分享什麼時候入什麼標 好玩 裡面有什麼玩 或者什麼時候玩 有時 偶爾可以轉手出去 獲利多少的時候 更加開心 那份喜悅 當然我不是純教這些 因為我都很少說 真的會獲利很多 有些東西 或者什麼 但是 有不同的樂趣 就是在影片裡面 可以找得到 視乎你想找哪種樂趣 但是 純粹你無限金錢 把聲進去買新標 那些朋友 就是不太適合看我的頻道 因為 我都很少說最新的款式 但當然我繼續歡迎你看 但我意思是 我比較少說到那些東西 今天非常之長 和大家說這隻 其實都入了一段時間 但是 是時候可以說一下 Roger DuBee的星橋 可能我會多入不同的款式 有些轉讓出去 因為我很欣賞它的設計 而且 現在這個價位 真的很值得入手 和大家說 這隻Roger DuBee的 XColor 82星橋 多謝各位 說一下 為什麼買這個表 或者是你喜歡哪個點 我覺得它好看 好看 跟你人一樣 帥 對 差不多 就是好看 對 然後 你這個 這個表帶是自己的嗎 對 自己換的 習慣這個表帶 本來是黑色的嗎 本來是黑色 這個更好看一點 你覺得 我喜歡白色 你這個 即使有用過的嗎 沒有用過 從來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日曆調不調的 那個調的27號 對對對 都是從來沒有用過的 對 所以對於你對於你來說 對於我來說 這個跟錢一樣 跟錢一樣 可以不用 但是要有 好的 謝謝